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林燕综合报道 车被完全没入水中 赵安吉经抢救无效身亡 救援人员透露 华人海运公司福茂集团董事长赵安吉 出事时间在2月11日凌晨前后 车完全淹没在池塘中 人就上来后抢救了43分钟但没有成功 美国CNBC财经电视台2月16日报道说 德州布兰科县急救中心负责人本奥克利表示 11日凌晨刚过 急救人员就接到报警 前往约翰逊市一处私人住宅进行水上救援 奥克利说 救护车于凌晨12点12分抵达现场 一辆汽车完全淹没在一个池塘中 水池深度估计在12英尺到15英尺之间 车内只有一人 负责人说 救援人员把车内的女子从车里救了出来 同时对她进行了43分钟的抢救 但没有成功 奥克利表示 没有迹象表明这辆车是怎样到池塘里的 她沿用隐私法 没有确认受害者姓名 她也拒绝透露是谁打电话给救援人员 或谁拥有该处房产 称这是她无法透露的信息 根据大纪元周四获得的 布兰科县治安关办公室的一份声明 赵安吉在该县一处私人牧场内去世 警方声明说 2月10日 县治安关办公室对位于布兰科县境内的一家私人牧场可能发生的水上救援事件做出回应 到达后 布兰科县警察代表与布兰科县急救中心和消防局一起从牧场的池塘里找到了赵安吉的尸体 救护人员试图对她采取紧急措施 但她已经因溺水而殒命 我们的初步调查确定这是一起不幸的事故 目前调查正在进行中 福茂集团总部位于纽约 是赵安吉的父亲赵西成创办的 赵安吉是赵家六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 是前美国劳工部部长赵小兰的妹妹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是赵安吉的姐夫 赵安吉的丈夫詹姆斯布雷耶是一名美国风险投资家 也是布雷耶资本的创始人间首席执行官 该公司总部位于奥斯汀 据布雷耶资本网站称 布雷耶还是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少数股东 赵安吉1996年加入福茂 从2018年开始接管公司领导权 他去世时年仅50岁 赵安吉毕业于哈佛大学 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他后来在哈佛大学学院创设赵珠木兰 和赵西成家族奖学金 哈佛大学商业学院中午发表了一封 院长就赵安吉试试给院长顾问委员会的信 信中说 得知赵安吉不幸去世的消息 我们深感悲痛 他多年来一直是哈佛商学院的重要朋友 不仅与其丈夫吉姆 布雷耶一起在院长顾问委员会任职 而且还在团聚委员会和竞选工作组中任职 下面请听大纪元记者同一家报道 刘德华新年档红毯先生票房翻车 面临巨亏 由刘德华领衔主演的红毯先生 上映五天票房仅7300万元人民币 排片已跌至1.9% 上座率已10.1%垫底 猫眼专业版按此走势预测 该片最终总票房不超过一亿元 注定成为今年中国新年档电影的炮灰 红毯先生以影视行业为题材 以刘德华饰演的大明星刘伟驰为核心 聚焦他未得影帝与宁浩饰演的导演 合作拍农村题材电影 所引发的一系列荒诞闹剧 明星人设造假 电影节评奖的潜规则 自方干预创作 宁浩和刘德华一起大胆玩了吧 自嘲 最引人关注的剧情是 有一天刘伟驰刚起床 就遭到天王嫂的质问 你打算什么时候搬走 结婚的时候不公开 离婚也不公开 大明星就是这样自以为是呗 其实这段剧情 就是刘德华对当初自己隐婚多年 欺骗了粉丝 而进行的自嘲和道歉 虽然刘德华公开否认 红毯先生是一部关于他的自传的电影 但他饰演的刘伟驰一脚有很重的偶像包袱 这点映射的似乎就是刘德华自己 刘德华年轻时拍摄《天若有情》时 每次骑摩托后 摘下头盔都要嘴向上吹一下压扁了的发型 这一习惯曾被导演杜琪峰在现场严厉批评 据出品方欢喜传媒财报公开的数据显示 红毯先生制作成本2.6亿元 其中包括承治费2086万元 导演宁浩的酬金2460万元 主角的片酬6070万元 而从大年初一上映迄今五天 红毯先生的票房仅7300余万元 片方分成才2563万 目前已造成亏损2.3437亿元 该片的片方分成还不够支付 刘德华艺人约6000万的片酬 有业内人士指 今年新年档的刘德华 就像2021年一样忧愁 因为这两年新年档 有刘德华主演的电影 都成了最大的炮灰 2021年的新年档 最大的炮灰是人潮汹涌 此片是由刘德华和肖央联合主演 今年的新年档 最大的炮灰是红毯先生 该片由兼任兼制的 刘德华个人领衔主演 虽说这两部影片 都是中国新年档的炮灰 但两者还是有所不同 至少当年的人潮汹涌 还是略有盈利 但如今的红毯先生 可能会造成片方的巨额亏损 据行业估计 除了导演和第一主演的片酬外 再加上其他各方面的支出 红毯先生的总成本 肯定超过2.6亿元 即使成本为2.6亿元的影片 至少需要收获10亿以上的票房 才能保证收支平衡 按电影现在的票房走势 该片的总票房 不会超过1亿元 如此 其亏损数额 可能成年度之罪 据陆媒报道 刘德华曾多次在中共官媒表态 身为中国人很骄傲 他主唱的中国人 也被纳入中共的红歌系列 在香港主权移交 2022年满25周年时 虽然网上一度盛传 四大天王张学友 刘德华 黎明 郭富城 将于当年七一合体参加唱红晚会 但最终官方版本显示 四大天王中仅有刘德华参加 多家媒体均以四大天王 仅得刘德华出席文艺晚会为题报道 近年深度融入大陆娱乐圈的刘德华 今年1月30日替下丑闻缠身的成龙 当选中国电影家协会第11届副主席 成为被中共体制绑定的港新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